这最美的多彩贵州 藏着一款这样的美食 那就是有一颗平凡无奇的土豆 完成华丽蜕变人来的洋芋芭芭 可为是做到的色香味型剧全 那么接下来就将制作这款洋芋芭芭的核心秘诀跟小桥门 为你一份赏 同时也欢迎贵州的老乡们 来跟我一起拍摄家乡的美食视频 传播我们贵州的美食文化 那么首先第一不是核心主料 土豆的全菜 尽量采用贵州厂的高山环芯土豆 因为其淀粉含量高 水分少 香味浓郁 然后用浅水清洗掉土豆表皮的泥土 重点来了 直接将土豆散锅蒸 将薄皮的土豆散锅蒸 这样能够防止水分过度的吸收 同时也能够防止土豆香味的流逝 用大火蒸汁散机过后 持续加持30到40分钟将土豆充分蒸熟 蒸汁成熟过后的土豆 一定要趁热去皮 这样去皮的速度更快 效果运好 接着将蒸汁成熟的土豆捏碎 只只将土豆捏成土豆里 淀粉含量高的土豆会出现翻沙的效果 再加速每斤土豆30克的玉米粉 如果土豆水分较重 可以适量增加 或者无法成熟 再加速每斤土豆5克的食用盐肉底味 柱油一块能够让其变得更润更香 再加速少许葱花 增加葱香味 然后将土豆泥拌匀 拌匀过后开始成熟 就地取材随便找一个瓶子的瓶盖 再盖上一层胶膜 接着将土豆泥放入瓶盖当中压紧压实 再去掉保鲜膜过后 羊肉粑粑成型完成 接着再来准备一款羊肉粑粑的灵魂沾料 首先准备一少许色香辣具犬的柜色炒天椒 将香辣具犬的炒天椒放入炭火当中进行烧 烫火的高温会制烤出辣椒的香味 浓烈呛鼻的味道会带着辣椒的造型 由此让烧出来的辣椒吃了过后不容易上火 同时这一步你一定不要怕将辣椒烧糊 直至辣椒表皮成深褐色 这个时候辣椒会产生一股独特的 让贵族人民难以忘怀的辣椒糊香 将辣椒放凉过后会变得更加焦脆 那么又一重点到来 这一步一定不要用机器打后作用时就到 而是用手加辣椒搓洗 这样辣椒香味得到充分保留 香味会更加浓郁 下一步开始蘸料重成 准备少许制好的胡香辣椒粉 少许泡萝卜 少许葱花 少许香菜 少许贵族人民最不爱吃的折耳根 半勺花椒粉 半勺食用盐 半勺味精 一勺生抽酱油 一勺香醋 搅拌一勺蒜水 然后搅起半分 那么一款能够将所有的搓裂饭菜 都能够哄片入腹中的 胡辣克蘸水制作完成 下一步准备炸洋芋粑 现在锅里面准备少许的菜籽油 再加入菜籽油一半重量的桌油 两种油搭配 能够将洋芋粑粑炸出来更香 更润 再加入少许葱酱香香酸的洋葱石 还有用开水泡发锅的几种香料 接着开小火慢炸 炸出料头的香味 这一步能够去除油的油腥味 还能够起到蒸香 解力的作用 将料酒杂质金黄焦香过后过滤热粗 油温6层下入准备好的洋芋粑粑 炸洋芋粑粑的油温一定不能太低 否则吃油太重 而且炸不熟香 还有一大要点是下锅过后一定不要早急翻拌 以免影响洋芋粑粑的成型 因为杂质成熟的洋芋粑粑会自动散服 杂质散服过后再将洋芋粑粑粑的收热 直至杂质表皮四面金黄 熟香为止 炸好的洋芋粑粑外表无比酥脆 真正的做到的外酥 泥软 而且还空心 然后装入准备好的灵魂蘸料 表皮再撒上一层细辣椒粉 最后来散一口 这洋芋的清香 跟火尿的清香铺别而来 这配合在外酥 泥软的口感 那么这味道就一个字形容 绝 明天 我们下期再见 北洋芋粑 感谢观看